甚至還有試卷演示方面 所以AMD和試卷、語音還有機械的控制區都在這邊會有 老師可以給自己跟他一起操作 好那這就是我在意義大爛裡面操作的整個這樣的一個內容 但我們還有其他東西呢 因為我們只要是在同一個區網站之下 都可以跟他來進行操作 那我們丁先生會 我們後面剛剛有老師對我們的一個小果的機械老師其實蠻有興趣的 那我們請丁先生來跟他操作一下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用意義大爛跟他做展示的操作功能 好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老師可以看到這隻狗對不對也是機器貓啦 那這隻狗的話其實是一個仿生型的機器人 那這仿生型的機器人的部分的話 我們現在就是他本身會有做一個自體的平衡功能 像現在是為什麼還在做這個動作 我先放一個平衡給老師看一下 老師你可以看一下 這是機器的狗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先把它放一個平衡 所以我們稍微把它傾斜一下 那基本上他其實會就是一個 他自己會做修整的功能 好可以看到嗎 調整齒 看一下另外一個功能 那下面是摩擦力的關係 因為我一般不會放上 我的話題上 這個部分如果把它反過來的話 沒有 好像這邊的話 他這邊會去想辦法的去 調整到他在佔地的動作 那我們剛才說到今天是在做一個IoT的功能 像是說 我這邊的話 我也可以對我們的這個機器人的部分去下一個指令 像是說我對我們的音箱講 標封戰狗 跟大家打個招募一下 它基本上就是通過我們的這個印尼大樓 然後透過IoT的方式 透過這個通訊 控制我們的這些機器狗 所以我們不只是我們的機器狗可以控制 任何的東西都可以去做營養控制 它有IoT的概念在裡面 它這個都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所有事情 所以 其實像我的手臂 這個我們大概會 今天課程結束之後 也要老師看一下 怎麼去做一些 AI的控制 整體結束